前方可以去鎖船 大家好 我是安东宫小米 我们现在要上山了 给山里面的方丈 清凉山方丈 就是河上 装点东西 也是实体店的活儿 今天运气不好 一出门把脚摆了 现在疼的 我怕这是个大事 不是啥小事 脚的有点肿了 看到那个塔尖了没 那个塔尖 今年过完年以后 我还来过一次 直接就是爬上去的 上面现在在修建 这今天要咋上去 这要走上去就废了 走上去就废了 看到大风车了吗 这里有几个大风车 看 脚 哎呀 走了完了 脚弯这么粗 这个这么粗 你怕烧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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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山上这个风啊 你想不到那个大 太大的这个风 然后今天又是沙尘的 疯狂的越野车 我们一起坐着上 你不越个别记住 哈哈哈哈 这有点很空的放大 用开车干扫吧 这样的车扫不来了 咋扫不来了 咋扫不来了 你不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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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加油 我把你开开的扫不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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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哈哈 这大哥开车太猛了 他说上这种路啊 这种沙石路 你就必须猛加油 你一停动的话 这个车就上不去了 而且这个路也没有什么护栏 哎呀 太可怕 开车只能上三副之二 看到那个塔接了吗 这一家都要走上去了 我的脚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上下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略微有一点点疼 这个大哥天天开着那个车 上来下去的 快七十多岁人了 真厉害 佩服 他负责这边的修建和采购一些东西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爬了好长一段路 这里的房子都是在这个半山腰上 然后这盖一间 那盖两间 就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过来装一些拮据 有洗脸罐 马桶 花灑 热水器 筑盆 看了现场的环境 东西呢也到位了 刚好这些上料的时候 那边有一个大脚车 那个脚车是直接通到三下 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拉上来 不用人工搬来搬去 看看现在干活的都没有年轻人啊 都是这些老大哥 年龄差不多都六十多岁了 让大家看看这山上的风啊 有多大 看 太长了 看到这个下水管的风有多大 在这里我发现能放风筝 你看到没 可以放风筝了都 看到没 这个东西我估计都扔不进去 看 扔进去都吹出来了 这么大的风 如果把这个马桶装上去 然后那个风会不会吹的 这个马桶的水 咕嘟咕嘟的冒泡啊 这是最实在的实体店老板了 每次给他家干活都过来帮忙 很快就得到师傅的真传 就马上要出师了 自己能单干了 热水机旁边留了一个插座 那个位置留的不合适 装了一个热水器 都把花洒都挤歪了 花洒都放不正了 这里的房子都是这样 上边一间 下边一间 一间套一间 在这个房间里 都可以听到外面的风 听这个风多可怕 这晚上怎么睡觉啊 这个卫生间里面呢 装一个马桶 装一个柱盆 这个没有热水器 这边呢 还有一个花洒的喷头 哦 他这边的热水 可能是跟上面那间房是连通的 然后就是用那个热水器加热就可以了 今天我是享受了特殊的待遇了 大家都帮忙抢着提我的工具包 太感谢了 这个房子就不一样了 这个有大厅 也宽敞一点 这里边就是一个厨房 餐厅 这里边呢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齐全了 到了四月初一 然后直到四月初八 这里边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吃灾饭 来这里面烧香拜佛 应该是功德香 功德香 到那个时候 往年的话 那个地方就分三了 开车根本是上不来的 全部都是走上来的 开车都开不到这个三角下 平时了不忙的时候应该来这里做点工 做点工艺 可以来这斑斑砖 这个一冲的管太粗了 我这个小剪刀根本就不行 掐不断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哪位大哥了 这就一个洗脸盆吗 用得着这么粗的管吗 这种管子我揉过最粗的就是 应该是 1101的是110的 直径100出来 应该是在 没矿的澡堂子的主管道 行了 这是我们组装的最后一个活了 这个 筑盘装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吃摘饭去了 还有一个 没有啦 你准备上吃粥吧 给我整一块 你这个高听好啊 是不是就有一块 就是一块 我也当我当就是困 哎呀去了 有有有就困 能不能要 我们这是床里子 跟墨家人干 你说得不错 我给你一来 别人打 有火有焦 嗯就是 一会儿你还有奶头 这是 只有我们这个 因为属于叶北地区 见过这个东西 我们这儿的主食 这是摘饭 吃出我奶奶做饭的味 这个糕也可以油炸 也可以这么竖的吃 这儿有一个脚车呢 可以把东西从这儿直接下到山下去 但是不能做人 吃完饭我们准备下山了 然后绕到山下呢 那边有一个佛堂 然后那边有一个功德香 可是我没有现金 但是它旁边还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我就行了点功德 来的时候这么来的 回的时候还得这么回去 上山容易下山的 我感觉下山的时候 我都得走个轨章 到地下 到地下 又要开始我们的冒险之旅了 这车里面 上的时候把我们上的吓死 人家又开下去 咱们这车下去就上不来了 然后上 哥们就上不来了 这些都是没有用完的一些东西 全部都拉下来了 这个老板他直接拉回他店里 估计我们回到城里面 应该都下午一点了吧 不过我们饭已经吃了 可以继续去干活 准备下山 哎呀好疼啊 我的脚 然后这装了这么大个包 这个用揉揉的 早上出门玩手机 然后 摄影师买的三七片 烹雾剂 阿玛西林消炎药 还有没有呢 我这事大事啊 你别别干活了 这么看是不是鼓得挺厉害 但是我干了一天活啊 我还干了一天活 我感觉没有伤的太厉害 就是 就把这个这边的筋可能拉伤了